他被誉为现代普罗米修斯,是比达芬奇和爱因斯坦还要牛拜的科学巨人。 他的科技发明专利让他拿到手软,他凭一己之力创造出了二十世纪的辉煌。 如果没有他,电话、收音机、雷达、无人机等装备都不会出现。 他是有史以来能十一次拒绝诺贝尔奖的牛拜人物。 他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取得过一千项发明。 鸣鸣声的风流提躺,却终身不曲,只因与人影响他做实验的速度。 他还是个神奇的预言家,早在一百二十年前就积极倡导使用可再生能源。 一百年前,他就预言了智能手机的出现,他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但他却被那个时代恶意学藏,以至于我们却完全不了解他, 指导钢铁侠埃隆马斯克推动的新能源电动车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的名字再度响于世界,他就是尼古拉特斯拉。 特斯拉的才华常常源于脑海中灵光溢闪的想法。 他年少时做实验,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简单。 他二十六岁就成功设计出了第一台感应电机模型。 二十八岁,进入爱迪生的公司。 爱迪生非常看好特斯拉,但两人却因为交流电和直流电的问题闹得不欢而散。 爱迪生一直在发明直流电电机,但特斯拉认为直流电远距离传输时损耗极大, 交流电材是未来世界的主角。 后来,他也确实发明出了交流电。 但这直接损害了直流电领域相关公司的利益,因此被爱迪生等人联合打压。 他穷得要命,本可以靠着卖专利成为世界首富。 但他却选择向全世界无偿公开交流电的用法,让这项发明造福更多人。 直到他去世后的几个月,美国最高法院才通过了他提交的交流电专利。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位有着很多发明专利的男人,竟然还是一个身高一百八十八, 长相帅气,品味高雅,举止得体的帅哥。 很多女人为他疯狂,但他却为了科学事业终生畏屈。 他说,我想不出有多少伟大发明的背后是已婚的男人。 此外,特斯拉也有着极强的语言天赋。 他会说节课语、德语、匈牙利语、法语、英语等八种语言, 但他所有的天赋在科技成就面前不知一体。 1895年,特斯拉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尼亚加拉瀑布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座水利发电厂, 这也是世界上首座交流发电站。 这项工程用了特斯拉九项发明专利, 它的电力可以传输到35公里外的水牛城, 带动整个城市的运行,是真正造福人类的壮具。 为了纪念它,人们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公园中竖起一尊特斯拉的铜像, 而这只是特斯拉科研领域的冰山一角,特斯拉线圈。 无线电力传输技术,遥控器,第一张曼斯光照片,收音机,感应电机等等。 这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都是他发明的。 特斯拉因为太过天才,而遭到了许多人的羡慕极度恨, 他被人诬陷和打压,以至于被他所处的时代所遗忘。 但真正伟大的人,是不会被历史长河所遗弃的。 他去世后的第42年,一位12岁的男孩子读到他的传记后哭了, 此人就是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 2003年,为了纪念偶像特斯拉, 埃隆·马斯克以他的名字命名了特斯拉汽车, 让世界再次重新认识了这个天才。 时代在进步,但特斯拉的影响一直都在。 科学疯子埃隆·马斯克等现代科创人才都将使他精致地延续, 推动着特斯拉的科学成果在人类的未来更新换代, 永远不断发光发热。